在《独孤天下》中主要的女性角色是独孤式的三姐妹 虽然胡冰青饰演的独孤加罗式女主 但是安苡萱饰演的独孤班若也是一个十分令人关注的角色 独孤班若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人 可以说野心比另外两个姐妹大的多 而且她的内心就是想要成为皇后 因此很多人都想知道她的结局是什么呢 独孤班若这个野心十足 而且心狠手辣的女人一登场之后也是备受关注 和独孤加罗和独孤曼陀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 连喜欢的男人都是不择手段的坏男人语文户 估计这样的女人结局一定不会好 最终独孤班若背叛了语文户 虽然语文户有能力 但出身低微和皇帝之位总是无缘 而独孤班若拥有无穷的野心 他注定会坐上至高的位置 成为最为尊贵的女人 在成为尊贵女人没多少时间难产死了 虽然他得到了想要的权利 可幸福他从未体验过 虽然在剧中独孤班若的人设有点 为权势不择有断 但在历史上独孤班若嫁给予文玉之后 两人恩爱有加 还怀上了孩子 可在生孩子的时候独孤班若死了 孩子在不久之后也夭折 这一段和剧中倒是很像 在宇文太死后 将权利交到宇文户的手中来扶持自己的儿子 宇文户嚣张跋扈 担心有一天权利落入独孤姓的手中 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逼死了独孤姓 在独孤姓死后 独孤家从此一落千丈 当宇文玉登上皇位之后 宇文户不愿意让独孤班若成为皇后 可宇文玉喜欢独孤班若非他不可 在宇文玉成为皇帝之后 独孤班若成为皇后 可独孤班若始终没有忘记宇文户的杀父之仇 再加上宇文玉始终被宇文户所牵制 班若心事重重 独孤班若有点忧郁成疾 做了几个月的皇后就死了 在班若死之后 宇文玉也没有再立皇后 直到他被宇文户害死 历史上独孤班若的孩子自然是宇文玉的 生下宇文玉嫡子不幸夭折 所以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很多相关这里的记载